这集节目感谢国泰金控赞助播出 国泰金控推出的Podcast节目 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 是台湾金融业第一个讨论金融创新的频道 主题包含区块链、人工智慧或UI UX 每个主题都会分成上、下两集 上集讨论科技趋势 下集讨论应用场景 以前大企业总给人冷冰冰的形象 国泰金控打破传统印象 让大家听见企业内部员工的观点 无论你是想了解科技趋势 或是评估个人质押发展 这个节目都很有帮助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金融科技创新的案例 那就到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位 订阅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 让他们用30分钟带你听创新 长趋势更长知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 区块市一个礼拜会出刊 三封的email给付费的会员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podcast 那另外两封我们讨论什么呢 我们最近讨论这个司法联盟链 国家级的数位刚硬与崩坏的可能 这个其实是我在录音的前一天 受邀到这个法务部 然后去参加他们这个司法联盟链的这个发表会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哈 台湾政府竟然开始做区块链了 对 这是这个台湾政府第一个做的区块链 然后他们上面想要放的是一些 类似这种数位证据 然后在司法上面会需要用到的东西 那在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来讨论说 为什么台湾政府要打造一条自己的区块链 然后它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以及我们在这个文章的后面 在讨论说 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崩坏的可能 它有可能会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整条链就坏掉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这篇文章在讨论的主题 另外一篇呢 我们讨论的是Math Network 搭建在脸书推特上的Web3工具箱 那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为了熊市而写的啦 就是Math Network这个题目 它其实在写作的列表上面 已经放了好一段时间了 只是因为在牛市的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不适合写它 因为它不是什么X to earn 就是不是什么move to earn play to earn 然后各种to earn 它就是一个不需要花钱 当然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赚钱的一个去中心化应用 所以我就担心说 在牛市写这个东西 感觉好像大家就觉得说 来点会赚钱好不好 那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这个熊市 那我们在上一集的Podcast里面也讨论说 熊市就适合做这种 需要花时间累积一些自己的这个链上履历的东西 那Math Network就是一个蛮适合的应用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讨论说 那Math Network是什么 然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但是最终大家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在使用 那为什么你值得现在花时间去用它这样子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主题的话呢 欢迎到Google上面搜寻区块式趋势的事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式的营运 好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啦 可以邀请到这个Cubic的产品负责人A9 来跟我们聊聊企业发行NFT这个主题 大家可能最近会发现说 那蛮多的公司 像我今天好像收到一个68 就是那个女性的内衣品牌吧 发行NFT 然后或者是家乐福要发行NFT 就是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品牌要发行NFT 但是他们要怎么发行NFT 他们在这个发行NFT背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先请A9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Hau 那其实大家都会叫我的昵称叫A9 那我现在呢 其实是在Mycoin集团服务 那Mycoin集团呢 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的 就是我们有Mycoin啊 MAX的一些交易所 那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Army 那Army呢 中文叫藏联网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区块链的一些底层技术上面 已经研究了非常多年 那我们其实对这样子的区块链技术 以及未来的各发展性 是已经布局了很久了 我们有累积了很深厚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底子 所以说呢 我们每一次看到有一些区块链的一些新的应用 我们都会在想着 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是更普及 然后呢 让更多的消费者 让一般的使用者都可以去使用它 那最近的话当然就是NFT这个话题 算是最热门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NFT相关的一个产品 那叫做Qubit 那Qubit也包含了像是钱包 一个给小白比较去容易使用的 一个Qubit wallet的钱包 那还有Qubit Creator 专门帮企业发行NFT 打造一个官方商城的一个工具 以及Qubit Pass 是一个能够结合线上线下赋能 然后呢 去做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 一系列的产品呢 我们就叫它Qubit 是准备好要做这个 接下来NFT更加的普及 所推出的一个产品线 我们之前找MyCoin的创办人Alex 然后跟Alan 来跟我们聊聊Qubit Wallet 这个Qubit钱包啦 当然除了聊那个Qubit wallet之外 还有聊一个就是 我买完之后 大概就是放在钱包里面 完全没有用的叫环保NFT 他也不是说没有用 他就是用途放在你的心里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持有它 就是它的最大用途了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稍微聊过Qubit NFT 那时候他们也有预告说 接下来要做一个类似NFT的Shopify 这样的机制啦 那你要不要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是你刚刚有说啊 Qubit听起来有三大产品线 一个是钱包 一个是发行的服务啦 有Qubit Creator 然后另外一个是Qubit Pass 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啊 那钱包它跟其他的钱包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身为路的人 我大概都已经快失忆了 相信大家应该也都 失忆的差不多了这样子 那Qubit Creator 跟这个钱包有什么关系 然后Path又在做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钱包的部分 开始讲好了 那我想其实会收听 区块室的这个听众们 很多人都有用MetaMask 或者一些其他手机钱包的一些经验 但是呢 其实这些钱包的一开始的设计 应该是比较给这些 有一些区块链背景知识的使用者 所以他可能要对诗药 对助记池等等概念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甚至说呢 他要对像是以太方啊 Polygon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Layer 2的 等等不同的链 对这些Network 可能要有基本的概念 他才有办法去很流畅的 使用MetaMask 那所以我们也觉得 所谓的小白 就是我们通常都 称这些对区块链 是不是那么的清楚 然后呢 还是新手的一些用户呢 叫他们小白 那这些使用者呢 他们其实 一开始对这些东西 不熟悉的话 他很容易在用MetaMask 搜卡住 所以说我们就想要 设计出一个 很方便使用 然后不需要对 区块链的这些 基本名词 有太多的了解 就可以使用的钱包 那也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们设计了QB Wallet 所以说QB Wallet呢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不需要助记池的 那不需要助记池 可能大家就会很疑惑说 这个私钥要怎么样保存啊 那这个是不是还是 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 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是使用一个 叫TSS的一个 演算法的技术 那透过这个TSS呢 你还是可以在 发交易的时候 在做签名的时候呢 产生出这一个 私钥可以签出来的 这个签名 那透过这样子的技术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私钥 做成几个血儿 这可能有点 太技术的部分了 但是呢 比较大的特点就是 使用者他不太需要 记住自己的私钥了 他只要知道 自己的一个Password 跟他的登录的社群账号 他就可以使用这个钱包 这是他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特点 因为之前我第一次听到 QBWallet说 那他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有 这个社群账号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 设定的一组密码 基本上你就可以 不用再去记 这一开始 例如说 无论是这个 Coinbase Wallet Trust Wallet 那一开始都会给你 这个12个字 或24个字的 这个单字 排列组合 当成是私钥 那第一次听到 QBWallet的时候 他们就说 那这个不用了 你只要社群账号 登录了进去 然后加上你的这个密码 就可以了 但是我一直都 蛮好奇的 就是说 他有点像是 介于去中心化 跟中心化之间 就是说 如果说中心化 有点像是MyCoin 就是你只要一个账号就好 你也不需要什么设定 什么密码 反正就是 有一个账号密码 然后登进去就好了 去中心化就像 你刚刚说的MetaMask 这样就是 你要自己备份的私钥 我可以说 QBWallet 他有点像是 在这两者之间 然后想要找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使用者可以 既不用既私钥 然后但是你也不会像是说 你只要有一个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登进去 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像是 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 我不会刻意说 他们可能是介于中间 原因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一下 去中心化的概念是什么 去中心化呢 最主要概念应该是 这些资讯呢 是由我所自己拥有的 那只要我做决定 我不需要 那一个可能一个 中心化的一个机构 来帮我处理这笔交易 我就可以把它发出去 那以QB Wallet的概念来说呢 我们其实呢 使用者所保管的 社群账号 加上这个密码的组合 它就是代表自己的 一个所有权 那今天没有任何人 可以帮他 把他的东西给 发一个交易 把他的作为资产 把他的NFT 转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所有权 是完全拥有在 QB Wallet的 使用者手中的 我们会认为说 这还是一个 去中心化的一个钱包 这中间感觉 好像大家会讨论说 例如说这个 社群账号 比如说你的脸书 他封住你的账号 或者他拿走你的账号 然后拿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你还有 另外一个是这个 自己设定的密码 这一块嘛 那所以像脸书 他就理论上 不太可能知道 我的私要的 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没有这个机会 那但是他也不像是 中心化交易所 像币安 他就会知道说 我的账号密码是多少 那他就有可能 我就会得完全信任他 所以他等于是 有一半 但是这些组合 是确实是持有在 使用者个人手中 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是 没有错 因为的确当然 Facebook的这个账号 不是这个QB钱包 可以去处理的 就是说今天 如果说Facebook的账号 被Facebook的官方 给怎么样了 对 但是呢 我觉得 他的确是像你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在 使用者体验 跟完全的去中心化 中间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点 那今天如果说 Facebook的账号 或Google的账号 是使用者所拥有的 今天Amis呢 没有能力去把他的 Facebook或Google账号 给拿中 那我们今天 如果说让他保管的 这一组密码 也是Amis这边拿不走的 其实呢 等于说 所有的权限 都是掌握在 使用者手上了 但是呢 的确是 我们为了要让他 方便好使用 让他在注册的过程当中 他不用去 办一大堆的账号 去填一大堆的表单 我们是选择了 用社群账号 来让他做登录 这的确算是 其中的一个 折中的一个方式 对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对大家来说 需要开始有一些理解 就是说 现在有 完全去中心化的 就是说 那你要自己保管私钥的 那有那种 完全中心化的 像币安这样子 就是放进去 期待币安 不要倒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 介于 有点像是中间 但是我们或许 还是把它归类在 这个去中心化 这部分这样子 那所以 它就会变成 使用不同的钱包的时候 有的人 要你寄私钥 有的人 没有要叫你寄私钥 这其实就是 大家在想办法去挣扎说 那怎么样让使用者 最方便寄 例如说你忘记私钥的时候 至少你的钱包 里面的资产 不会拿不回来 这大概是钱包的部分了 我们今天 其实重头戏是 QB Creator 就是说 有很多的品牌 大家都想要发NFT 对不对 那要发NFT 其实应该会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 这个企业 邀请我去帮忙 发行他们的NFT 那我也遇到一些 哇 原来企业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说 那他们要发行NFT 然后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在网路上面 看说 那到底要怎么样 让一间企业 要发NFT 然后要卖 然后要二手转手 要怎么样 那到底要怎么 找到一个方便的解决方案 让他们可以使用 后来找一找 就突然想到 啊 之前好像 不知道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什么QB Creator 然后就是他们要做NFT的Shopify 然后就 忽然想到这件事情 那你要不要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对QB Creator 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现在有哪些品牌 他们是用QB 来发NFT 然后他们到底发这些NFT 用来做哪些事情 好 那我先讲 快速的一个介绍好了 就录你像刚才说的 这个 他很像这个Shopify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用 Shopify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呢 其实就是因为 他把很多这些技术相关的事情 给包装起来 对于说一个想要开 电商的商城的企业来说 他只要就是去后台 做一些设定 然后呢 前台去做一些 客制化的编辑 他就可以产出一个商城了 他不用再自己去找一个 很大的一个团队 自己build一个团队 那或者是找其他的公司 来帮他写这样子的程式 或写这样子的网站 他只要使用这个SaaS服务 就可以把自己的商城 给打造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 Kubic Creator 他就是想要去 帮助企业快速的 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 官方网站的一个服务 因为呢 发行NFT 这当然我们可以去请一个 区块链工程师 写智能合约 那我们也可以去 请一个网页设计师 把这些网页的前台 后台给全部给做好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已经有一套服务 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整合成是一个 在后台就可以做编辑的工具 那对很多企业来说 会非常的方便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呢 他们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些 跟税务啊 法务有关的一些问题 因为呢 虚拟货币这个东西 现在是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 你很难去认列说 我这些虚拟货币的资产 要怎么处理 如果说 这些企业呢 他们发行NFT的时候呢 是在OpenSea上面发行 那他最后就会得到了 满手的以太币 或满手的USDT 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现在是很难去处理的 所以说呢 QB Creator有一个 更特别的一个优点 就是呢 我们可以让这些消费者呢 用新台币去买NFT 所以说呢 他们买到的NFT 进到了企业的 这个户头里面的时候呢 还是新台币 对企业来说 这就像是在 一些电商的平台上面 贩售一些虚拟商品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说呢 他们在会计的认列上面 以及在税务上面 就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了 刚刚这一段 我不太确定 就是大家 听懂多少啊 就是说因为 不一定是大家都是企业 然后想要发行NFT 对于绝大多数 一般人来说 就想说发行NFT 传说那是不是JPEG 不就是把JPEG 然后上传到OpenSea 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NFT 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去买了 好像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发行NFT 有什么困难的吗 为什么需要 再去找一间公司 来帮我们发NFT 其实刚刚就是A9 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就是说例如说 你发了NFT之后 第一个 可能企业他可能想说 要有官网 你要有官网 我不想要在OpenSea上面 就有点像是 可能Nike 他不想要到淘宝上面去开一个 他可能会想要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商店 或者是爱马仕好了 爱马仕他不想要去淘宝上面开店 他想要去这个 有自己的品牌的官网 那接下来就是说 加密货币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OpenSea上面 好像拿到的就是稳定币了不起 你没有办法拿到新台币 那于是我拿到一堆稳定币 产品负责人大概是觉得还好啦 但是后面的会计就会想要杀你 这样就会想说 就是怎么报仗 然后会计上有什么问题 那可能还有后面的一大堆问题 这大概是最常见的几个问题 但是我刚刚另外一个问题是 所以现在到底哪些品牌 用过Cubic来发NFT 然后他们到底发NFT拿来做什么 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也有说 就是说像迦勒福 然后或者是这个168 蛮好奇就是说 那他们到底发NFT要用来做什么 像迦勒福他就吊人家胃口 就是说你猜我们有什么负能 这样子 那到底过去用Cubic来发NFT的企业 他们都有什么负能 然后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发NFT 我这边先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好了 因为其实过去差不多半年再多一些 那有差不多200多家的企业 都来跟我们联络 都说他们想要发NFT 里面也不发一些上市贵公司 那我们执行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发出去的大概是有30几家了 所以我就挑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那首先第一个我想要举的是 这个台湾火航的例子 台湾火航它这一次发的NFT 是用竞标的方式 然后售价也挺高的 那它最主要的负能就是 因为台湾火航还有在法国空中巴士那边 订了几架新的飞机 那这些新的飞机呢 你要去法国把它给开回来 那所以说呢 它今天呢 它去接机的动作 它把飞机带回来 其实是很多航空迷 很有兴趣的一个行程 因为呢 你一般是没有办法进到 空中巴士的原厂里面去看飞机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它提供这样子的机会 而且只有三次 所以说呢 你等于说买这个NFT 你可以获得三次去法国 看那个空中巴士的原厂 把飞机接回来 而且还有七天六夜的这个机家酒的一个旅程 有这样子的一个负能 然后这对很多航空迷来说是非常的有趣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空位上机的一个负能 那空位上机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今天我到机场的柜台 我想要飞去日本 我想要飞去韩国 那我只要看到有座位 我就可以直接坐上去 然后就飞过去 所以说也是很多喜欢旅游的人 会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负能 这是台湾火航的部分 这个我先插一下 就是说 我是等到这个台湾火航卖完了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有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最近这个家乐福 他们要再发NFT 就是现在有太多品牌都要发NFT了 然后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追说 那他到底想要让NFT持有者有哪些功能 那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 例如说之前什么嘟嘟房 然后就会让大家拿了这个NFT之后 你就可以到处去停车 那当然也会产生出一些问题 就是说例如说这个停车场 有时候开了 有时候关了 那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总之会有很多不同的负能 但是因为我在疫情之前 出国旅游的方式就是 先买机票 再规划行程 不是说什么 我想要先去冲绳 然后我再去找说冲绳的机票 我就没有 我是哪里有便宜机票 然后我就直接去了 然后就买了 然后再决定说 那我到底要去那边干嘛 那之前通常都是去那边工作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台湾火航 NFT有这个负能的时候 我觉得蛮有趣的 第一个就是他当然有这个飞机 去法国接机 然后反正就是有点像之前 大家可能有听过 就是星宇航空 然后那个 他们的董事长 自己去开飞机开回来嘛 那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这些印象 那现在台湾火航也订了一些飞机 然后他们也要接机 那但是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这飞机接机的行程 本来是不对外公开的 那我那时候看到有这个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 中间飞机的来回机票 跟中间的住宿的行程 他都帮你包了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呢 你只要去这三趟法国 你就只会票价 然后后面的空位搭乘 你是坐几次就赚几次 对对对 但是先说一下 就是说刚刚说这些好康 要先说价格 就是最后面 他总共限量好像只有几个 15个 15个而已 然后最便宜可能有到20几万 然后最贵到40几万的样子 对那所以 但以下还是需要一点金额的这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NFT的这个 设计上面很有趣的一点 因为呢 如果说今天 我这样的服务 他只是提供给某一个会员 今天呢 我可能没有办法 分享给我的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亲人 让他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负能 但是呢 NFT他最大的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他有流动性 我如果说今天 我用不到了这个NFT 我也许可以把它送给别人 或者是我可以把NFT 拿到二级市场上面 再去做转卖 那在二级市场上 当然大概就会有一个自己定价 一个心里面的定价 我今天用过一次的负能 用过两次的负能 这个NFT的价值剩多少 但是我愿意去买它 来享受剩下的这些权益 所以说这个流动性 会是NFT里面 跟传统这个会员权益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一点 我们很古早的时候 在这个远东航空 还没倒的时候 远东航空的这个CEO 我找他来路过音 然后那时候他就觉得说 像这个 虽然这个远东航空倒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他提到像这种 航空的里程数 它可以变成点数 因为现在航空里程数 例如说你是长荣点数 然后你是这个华航点数 它其实是 比如说星空联盟 跟天鹤联盟 就没有办法互换 那他们可能在市场上 都有代表一个价格 例如说PTT上面都有在交易 就是说你有几千里 然后你可以换多少钱 这个其实都有公定价的 而且他是理论上 那个价格是越来越便宜的 那大家就想说 那能不能用一种 这种二手的方式 然后例如说 把它变成是 类似虚拟货币的方式 然后在某一些公开市场上面 虚拟货币交易所上面交易 那就不用在PTT上面去发文 然后说我有四千里 然后要跟你卖多少钱 我为什么不能就买 两千一百七十五里这样子 所以如果他能够像虚拟货币 这样子交易的话 那他的流动性会比较好一点 不会说那我就要整包整包卖 然后我还要跟你约面交 然后我还要知道说 你是李先生 你是零九多少 不需要 我在买比特币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到底跟陈先生买 还是林小姐买 我就是只要买到我要的东西就好 我不需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那这边在讲的是这种历程书 但是套回NFT 他另外一个蛮有趣的负能 是你可以控位上机 他说这个是 有点像是航空业界的 里面的一些福利 有点像他们自己的员工 然后你如果这般飞机没有打满的话 你可以后补上机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其实他也有主打说 就是机组人员 他们原本才可以去做空位上机 但现在把它开放 让一般的大众也有机会 去享用到这样的福利 不是一般大众 是这15个 你花20几万以上的一般大众这样子 对 但是他当然也不是永久了 他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记得是 对是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到2023年底 所以这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当然现在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现在什么时候 就是到底可以搭飞机搭去哪 你可能可以搭去金门 或者你可以搭去出国的地方 但是反正接下来你会有越多的地方 可以搭过去这样子 那所以就会开始有人去买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扎实的赋能 对 你就现在去桃园机场 你其实可以有很多个选择 去日本 韩国 菲律宾 然后好像这几个点都有对不对 对 这真的是财富自由的人生 那所以你可以持有这个NFT 然后而且只有15个人 但是他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防币的限制 但是我就蛮好奇 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大家都会问说 这个加密货币 他可以拿去哪些的商店使用 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去这个商店 使用过这个加密货币 就是我用这个比特币付款 于是店员他就说 我不会用你要不要等这个店长在的时候 你再来使用 那护航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他们怎么解决 好 那验证的确是一直都是现在这些企业呢 他想要去验证NFT的持有者 是否用这个负能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想象一下过去 如果今天我要跟我朋友炫耀有一个NFT 我可能就是把这个钱包的画面给秀给他看 那他问说 只能这个画面不能代表你一定有 这说不定是萤幕截图 那我可能就要开Ether scan 或者是开OpenSea来告诉他说 哦你看这个链上的资料 这的确就是我的NFT 但是呢 看Ether scan 看链上资料这种事情 可能不是一般的地勤人员 或者是非专业的用户 可以去验证去查证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推出了QB Pass这样的一个服务 它可以帮助大家呢 用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来做验证 那我们以台湾虎航的这个例子来说 像台湾虎航他们是在上级之前 他们会请这个地勤人员去检验说 这个NFT是不是你持有的 那我们可以让他产生一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呢 只要这些地勤人员 他们用一个扫描器去扫描了 然后就可以显示足够多的资讯 告诉他说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NFT的持有者 而且呢 他的持有时间已经超过了七天 所以说呢 他符合要上空位上级的一个资格 这个的话 背后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要去区块链上面去做验证嘛 我们要去链上去查 他是不是这个NFT的持有者 他的地址是不是这个钱包的地址 这些资料呢 我们就会帮他把它包装 然后变成是一个QR Code 来做扫描验证 这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台湾虎航呢 他们想要结合他们的这个订票系统 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个线上的一个API 来让他做串接 所以说 如果台湾虎航的官网 他想要让这些NFT的持有者 可以直接去登记去订票 然后就可以 直接在网路上登记这个空位上级的资格 他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API 去查询这一个使用者 他持有NFT的期限 那他是不是这个NFT的一个持有者 那是否已经有先登记过了 这些资讯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的是 比较亲民的一个服务 来让这些企业做查询 我刚刚听到两点 我觉得蛮有趣的 第一点是视觉 因为以前 大家去验NFT 例如说 有一些这个假设酒吧 或者是某一些活动 说 你要持有某一些NFT 假设去开始之后 要办会员活动 然后我就说 那大家要持有 要秀出你的去开始NFT 你才能够入场 然后里面可能有这个食物 有酒 然后有什么东西的 但是问题是 我要怎么去验证 这个NFT的真假 今天之前 绝大多数的活动 可能就是说 那你秀出你的手机的画面出来就好 那大家都是用视觉 来看说 那这个 它是不是一个去开始NFT的图片 但是这就有很多 伪造的空间 第一个是 最粗糙的就是我截图 然后我一拉 你有相簿 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那它可能还会再进阶一点 大家都知道说 NFT它其实都有一个JPEG的图 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我再重新上架上去 再发成一个自己的NFT 只是发行者不一样而已 不是区块式发的 是林先生发的 这样子随便 那它就没有办法用这个 刚刚照片拉下来的方式 去破解它 看起来 就是个NFT 那有可能就会放它进去了 对 而且可能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因为图片文字 你全部都可以上架一个一模一样的 对 它就是一个NFT 只是发行者不一样而已 那所以 你要怎么去用视觉的方式去辨认它 你可能还要加上操作 那这就 中间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漏洞 那再进一步 你可能会说 那我去看它的发行者是谁 那我也可以去伪造这个名字 或者是什么 我去修改一下等等的 就发一个很像的名字 虽然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地址可能开头 都零差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牵几马一样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来骗过 现场的人 这当然 如果你的负能的价值越高 我就越有诱因去这么做 没错 对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视觉有很多漏洞 第二部分是我听到 另外一个是 像刚刚说 我们台湾虎航 你要至少持有7天的时间 它有很多的那种隐藏的条件 可以想象就是说 你要地勤人员去看说 这些NFT 就是那他转移的时间是 什么时候收到的 然后收到是不是这个地址 然后他到底是哪一个人 就是这其实要教到 所有人都会 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所以后面 如果你的条件越多 那这整件事情 就会变得越复杂 所以这就已经不是 视觉的问题了 后面还有很多的条件 那我要去验证这些条件 很麻烦 于是这些事情理论上 不应该由人来做 而应该由机器来做 就是说他 就是我扫一下QR Code 我就能够判断 这个条件到底是不是 满足的 那只有yes or no 可以 那他就上去 不行 那他就不能上去 那所以刚刚你说 透过API的方式 然后串接到他们验证系统 或者串接到他们的 订票系统等等的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这是如果你是 个人发行NFT 然后如果你要用这个NFT 来办活动 你就会遇到的大麻烦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说 我刚才还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你刚才有说 区块市今天要发NFT 那我们QB Pass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 应该是说我们接触了 这么多的企业用户以后呢 我们发现有些企业呢 他们是对于这种 跨不同的公司的一些合作 是有兴趣的 这有点题外话 但是呢 因为刚刚说 这个区块市 如果想要发一个NFT 今天他如果想要跟 麦库你办一个联合的活动 那我们知道区块市的 NFT的持有者 其实是我们就可以 赠送很多的赠品给他 以前我可能要跟区块市 这边申请你们的 这个会员列表 对 我可能就是要下载一个 email的表单给你 然后在提供给 Mycoin之前 我可能就要先寄信 问这些人说 我可不可以 然后你同意 你不同意 那不同意的人要删掉 然后同意的人才能给他 那所以这就是会变成 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没错 那如果说一些比较 严谨一些企业 他们可能他不能用 这种人工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也许你会提供一个API给我 让我去做呼叫 但是呢 这样子一个串接的过程 其实对双方而言都是在 就是你要去沟通嘛 因为毕竟是两个封闭的系统 你要鼻子把它串联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NFT其实他就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好处 因为NFT他本身是超越 这两个封闭系统的一个存在 但是呢 我却可以透过 链上的资料去查询到 谁拥有了区块市的NFT 那今天Minecoin是不是呢 可以给这些用户 给这些区块市NFT的持有者 一些好处呢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 也许是以太比的兑换券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呢 就会让两间企业 要去彼此合作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容易 对 我可以说这是Web3的Marketing 就是在现在可能还没发生 我们上一集在讨论就是说 那熊市能做什么 我就说啊 这很适合做这种累积的东西 你现在做这些事情 例如说你去收藏一个NFT 你即便没有花钱 因为在牛市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要钱 而且都蛮贵的 对 但是你在熊市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知道说 这个你卖很贵的东西 大家就没有钱 所以大家就变成说不用钱 然后你也可以收藏 那现在就最适合做这种收藏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当未来有一间公司 那他想要空投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开放白名单 就是说那你们可以优先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去target这些NFT 然后来做他们的行销活动 那这是在web2做不到的事情 某种程度可以啊 就没有那么精准 例如说啊 那我要去target在这个脸书上面 会去看这个什么 买尿布的人 会看尿布的人 那他可能可以做 类似这样的target 但是这些族群的资料 是锁在脸书的手上 而不是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现在这些NFT 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啊 那这些好像资料 都会被公开来 在这个网络上面 好像会有一些隐私的问题 但实际上还好 因为你在链上 都是一个零差什么样的地址 没有人知道说你到底是谁这样子 对 对所以除非他还要再去交叉比对啦 等等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有点像你在路上 每个人都是脸都是长成这样 那你还要去追踪他 你才会知道他是谁 但是理论上 大家不会没事去做这件事情 大概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 他这样子的匿名性 他让两间企业 他合作的时候 他不一定要把这么多的个资 share给另外一间公司 他们彼此就可以target到同一个用户 然后这个就会是非常精准的 因为在区块链上 这些都是匿名的 但是我却可以明确地指出来说 这个人是谁 这会是我觉得 未来企业发行NFT的时候 很有趣的一个应用方式 有没有另外一个 除了台湾护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NFT的应用 可以让大家会觉得说 原来NFT可以这样用 我先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好了 那第二个的话 我想要举的是一个 比较偏行销的用途 像是资深堂 他最近也发了NFT 资深堂他发了NFT 比较像是一个纪念性质 因为今年刚好是他们的150周年 那资深堂他很想要 让这些年轻的族群知道说 其实资深堂也是一个很前卫 很走在时代尖端的一个品牌 所以说他们这次就用了 发NFT这样子的一个 很酷的动作 然后是年轻族群喜欢的一个材料 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资深堂也可以很酷 然后资深堂也可以走在很前面 所以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收藏品 来当作是资品送给这个参加VIP开幕 就会的一些使用者 所以说我觉得NFT呢 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工具 也是一个塑造企业形象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这一段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之前很古早的时候 就是同样回到那个已经倒闭的远航 他们好像在那时候想要发远航币 也有同样的说法 还是说就是远东航空品牌 就是他已经经营很久了嘛 但是我们会想要就是target那些年轻族群 那现在在那时候2019年 还2018年的时候 在看加密货币 然后在看ICO的人 真的就都是那些年轻人 那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可以发这个 那时候他们的远航币 然后来target这些人 然后当然最后就是大家也知道 对那所以 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些新科技 都有一个蛮有趣的很简单的用途 就是说可以让一间品牌 他可以拿这些新科技来 告诉大家说 我们其实懂这些东西 这跟最一开始爱迪达 他就会找BAYC说 你看我们要Feed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品牌 Nike等等 他们会收购Artifact 蛮类似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懂 甚至三星或者是JP Morgan等等 他们跑去这个Decentraland 上面去买一个地 然后甚至开一个元宇宙的总部 就是想要告诉你说 不要笑我们不懂 我们真的懂 而且我们还在那边盖了一个地 盖了一个数位总部 你有地吗 没有 所以教你怎么用这样子 类似这样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是蛮有趣的应用 对啊 那当然不同的这些企业 他们发NFT 他们的目的 或者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都不大一样 所以说像是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例子 像是维峰他跟聂泳真 也有联名出了一款NFT 那像是升恒昌之前也有发NFT 那升恒昌的话 他比较是有一种 虚实整合的一个概念结合在里头 今天我持有这个NFT的人 我可以到他的这个实体的商店 就是他们的一些百货 在可能机场 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内户 也有一间旗舰店 去买这些实体商品的时候呢 是可以有打八五折的一个优惠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张什么VIP会员卡 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NFT有打到八五折这样子 对 那不过这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所以他其实比较像是兑换券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升恒昌的话 他是也想要做一个类似导销售 就是说今天持有这个NFT的使用者呢 他可能就会去升恒昌那边逛街 然后呢 去用八五折买到一些他心仪的商品 说不定顺便就是来逛一下 以后又买了更多 你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刚刚又想到就是在很古早的时候 2018年然后那时候我在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看过 在TEDx上面的演讲 然后那一场讲得很烂 我鼓励大家不要去看这样子 但是那一场里面呢 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星巴克的折价券 那时候就是星巴克 有一阵子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 就是LINE里面会有星巴克折价券直乱 就是在里面会传传传 然后一开始都是真的 就是星巴克真的有用这种图片 然后让大家可以出示那张折价券 然后你就可以买一送一啊怎么样 但是后来就会有人 尾貌星巴克的名义 然后说我们又有什么开工日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可以兑换 结果他拿去星巴克 然后跟他说我要兑换这个 然后就很尴尬 店员就跟你说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发的 你可能被骗了这样子 于是那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辨认 这个数位的折价券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那时候就有讨论说 那这个可以用区块链来做 但是那时候对于NFT还没有那么熟 大家也没有说 可以用NFT来赋能 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说 那就是很正常啊 只是把值本的折价券 变成数位的折价券而已 但是现在来看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星巴克 他要发行一个数位折价券 当然他们现在是用那个什么 12cm 12公分 然后什么东西的这样子 那用这种电子印章的方式来验证 但是实际上 如果星巴克想要变得更潮一点的话 他其实大可可以发NFT折价券给大家 然后就是用你刚刚说的QB Pass 就是我去验证你这张NFT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就可以用 或者他也可以设定说 那我们他们都会有这个期限嘛 例如说你是早上10点之前不能兑换 只有10点到下午6点之间才可以 那像这种时间 以前我都会拿去 像现在12cm 就是我拿去 然后还跟你说 电源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9点15分还不行 对 那但是之后他可能可以 就是扫一下 然后他也可以做到这个系统里面 去变成一个规则 类似这样子 对 这当然如果说这样子的基础建设 做好了以后 各个企业他们想要去 再进一步的去发展应用 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也就是要回过头来 我们现在看这些区块链的基础建设 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到位 很多人都还是在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去要接区块链 然后去设法拿到这些资料 这对很多应用的开发者来说 是不方便的 所以说 阿密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想要让这些 区块链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 然后让它的一些使用方式 变得越来越简单 因为这样子的基础建设 打好了以后 应用才会变得更蓬蓬发展 刚听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品牌的案例 大概可以分类 一种是很明显的就是负能 就是像台湾虎航这样子 就是说你持有这个NFT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兑换某一种东西 它就是跟纸本一样 只是它是数位的而已 那数位它就可以做很多的条件 那另外一种 它可能就是说 那发行类似这种收藏品 让你知道说我们也懂 但是你说你持有这个东西之后 到底确切能做什么 他就跟你说 可以当成纪念品 那类似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我们懂 然后你也懂这样子 我们在那个时候 都一起懂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还做过一些互动 大概是这样 那我会认为这种纪念品 现在看起来 可能是没有什么价值 有点像是说 你以前在收藏 某一个人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它经过了一段时间 无论是画 或者是这些收藏的东西 都是一样 就是说你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时间的收成 它才会变成说 那忽然经过这段时间 哇 你看这个世界天翻地覆 然后这个东西在后面来看 就会觉得很有价值 我会觉得它的负能 不是在于当下 所以大家可以分为 当下的负能 跟时间很长久的负能 那只是说 即便最终没有 你还获得一个 一定会有的负能 就是Web3的Marketing 就是其他的品牌 知道你是曾经在跟 例如说在这个元宇宙上面 跟海尼根互动过 那你就知道 那它可能是这个 元宇宙里面的原住民 之类的这样子 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收藏品 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收成 所以就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有一个案 只是跟这个 政大的竞选奖合作 那大家可能知道说 政大竞选奖 就是一些年轻的歌手啊 他们第一次出道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认识了很多 这些知名的歌手 像苏打绿啊 陈其生 他们其实都曾经 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过 所以说呢 我们那时候跟他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我们如果让这些歌迷们 去做票选 那选出了几个 他们心目中觉得 他们最喜欢的歌手 那帮这些歌手 发NFT 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 他们的第一个作品 那这会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因为很难说 这些年轻歌手 会不会有一天 他大红大紫 就像陈其生 苏打绿这个样子 就是已经是 全台湾都知名 这时候我如果手上拥有的是 他第一个创作音乐作品 这样子的这个纪念意义 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这有点像那个什么 就是群众募资 对不对 就是歌手的群众募资 你在他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 你就去买东西支持他 对 那未来他越走越红了 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他拿来越来越多的奖 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 你手上的那些东西 他就越来越有价值 没错 所以我觉得政大精选奖 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案例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指标性的 因为呢 收藏品 它当然是一个大的分类 就像我们刚才说 就是收藏品一个分类 那有那个及时的赋能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分类 但其实彼此都可以再衍生出 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玩法 那当然有一些知名的一些艺术家 那或者是一些跟 某些知名IP联 结合 例如说像迪士尼 在国外就有发行了 他们一系列的各种角色的NFT 这样子的一个大IP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树人歌手 他们发行的这个 创作的收藏品 其实收藏品 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 那富能的话也是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 行销用途 有些是导销售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 超级VIP 或者是一些退换券的功能 他们都还有很多的花样 是在等大家在探索 我觉得你会发现说 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些NFT 就是前面是 例如说富能 他是一个及时的富能 这个台湾虎航 然后告诉你说 2022年7月1号 然后到2023年底 这段时间 你可以使用 这是及时的富能 那我们刚刚有讨论一些 长期的富能 他未来会发生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 当然他也有 像刚刚你说 政大精选奖这种 用这种早期赞助的方式 或者你就早期 其实你也不真的是赞助 你就是去买一个周边的 纪念商品而已 对 而且那个是 就是免费的 你只要喜欢 你就可以去免费 mint他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支持的 一个精神上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些NFT 可能会跟大家在牛市 听到的NFT的project 会很不一样 大家回想一下 你在牛市听到NFT 会是什么样子 例如说他可能是这个 在买了这个NFT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接下来会打造一个游戏 然后有元宇宙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星际的 这个游戏 然后什么3A大作 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在里面做某些事情 或者是是一个土地 然后你接下来可以在那个土地里面做什么 他都是诉诸于未来 我们要打造某一个场景 然后那个场景很厉害 你现在要赶紧的进来 类似这样 这是在牛市的NFT的应用 但是其实在熊市里面会有很多这种 第一个是没有办法发挥想象力 因为钱太少了 就是金钱限制我的想象力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办法花那些钱去买 那些有远大报复的NFT 但是我可以去买像这种护航 我马上知道说 我接下来一年半马上就可以飞 这种即时的兑换的赋能的NFT 或者是他也不用钱 我就是去收藏 然后跟他互动一下 然后代表说 我在这个时间曾经存在过 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存在过 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这种 我曾经支持过 我去看过你的这个第一场的表演 类似这样子 这是比较类似熊市的NFT 我可能不会就是只用牛市跟熊市 去区分这一个时期 我会比较感觉是 以前牛市的时候 因为毕竟大家乐钱很多 大家都想要把钱 放到某个投资商品里面去 所以说很多人会把NFT 当作是一个投资性的商品 我其实我买到了一个NFT 我接下来想的事情 就是赶快去OpenC 上面用一个更高的价格把它卖掉 这是大部分的人买NFT的想法 然后可能真的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永久收藏品的人 就是少数的一群人而已 但是呢 现在我想要请大家就想象一下 你们平常在PC Home 或在Momo上面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买一个东西 你真的是想着要立刻拿去淘宝 或者是拿去侠皮上面把它卖掉吗 大多数的人应该是想要买一个 他真的会用得到 或者是他很喜欢 他想要拥有他的东西 这才是一般的消费者去买这些商品的一个消费习惯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只是让这样子的投资性的商品的慢慢的减少了 我们更回到NFT它的本质 我们去想说NFT到底可以协助我们现在的这些企业啊 在他们的不管是会员机制 或者是在他们想要卖的商品 他们想要提供会员的一些赋能等等上面 有没有办法变成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载具 但是呢 最终还是要去协助企业 让他们原本的业务 让他们原本的商品 能够给消费者更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大概只有讨论 这个本来列出来反刚刚的上半部分而已 之后我相信还有蛮多有趣的NFT的project 就是说啊 那他们到底是发NFT来做什么 然后这些NFT有什么样的实际的用途 对大家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之后还得要再录一集 或者是两集再来讨论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甚至是可以直接找他们来 反正就是之后可以再约其他的级数 然后讨论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讲到的部分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想要去聊聊说 在发行这些NFT的幕后 就是那些企业 他们当初想要发NFT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目前 就是在这个前台 大家看到说他们调整完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在后面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在形成概念的时候 其实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NFT他可以用来做什么 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那我会觉得说把这些想法摊开来 让大家知道 就是当然不一定是具名 不需要指名 但是会说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或许你也会觉得说 那听完之后你觉得有可能可以做得到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那他们实际上在想要实现这样的想法的过程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常见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自己经营一个社群 然后或者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自己卖 然后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说 那不能收加密货币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就是我要把它变成新台币 那到底该怎么办 这些有很多问题是有待解答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讨论到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讨论这些主题这样子 就是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讲 那我们就是等下一集录音的时候来讲 那避免就是这一集录了三个小时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agel来跟我们讨论 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牌 他们发行NFT有哪些具体的赋能 可能有一些东西 大家本来在网络上面就已经先看过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是 今天听完之后才有收获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录这一集的内容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讨论的话 欢迎你到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们留言或评分 那区块市是一个仰赖大家付费订阅 来维持营运的媒体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些讨论的话 欢迎你到Google上面搜寻区块市 以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